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困兽之战 我是你们最亲眼的老困 今天咱们继续带来俄罗斯图球拳击比赛 托布特克系列 这场比赛依旧能让你热血飞腾 废话少说 让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现场 Let's go 好的 来看一下今天的现场 这场比赛的话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两位选手都是街头格斗的选手啊 看一下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这个现场还是非常帅气啊 比较俄罗斯捧克 好 来看一下第一位登场的选手 奥马尔 穆尔塔扎 进场依旧是非常的帅气啊 克斯托罗姆身高1米72体重63.8公斤 年龄30岁比赛1米74战绩为私生一副 他是一位街头格斗选手 我发现俄罗斯选手都比较喜欢穿什么标马 还有阿迪达斯 就是三道杠那个裤子 听说是三道杠那个裤子好像是阿迪达斯黑帮的 这个我倒是没怎么听说 就是看到火箭门弹幕有时候会看到 好 工作人员再给选手体验特状三强三强的作用 就是降低全球皮肤的摩擦减少伤害 这位选手的话我倒是不怎么熟悉啊 虽然他的战绩还挺不错的 可能是因为他的打法和个人的魅力原因啊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 不过给我感觉他还是很能打的 这种体格的话应该是敏捷型的 好的 第一位黑方选手 斯科斯托诺姆进入到比赛列台 等待下一位选手的登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米其三 占就位二胜三负 也是一位接特格的选手 那两位选手来到托布德格以拳击的规则打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烂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克林这位选手的话 他的技术并不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他的个人魅力还有打法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相信老伙计们应该还是有印象的 我反正是比较喜欢这位选手的 他之前的话是一个健美先生啊 可以看到他的肌肉是非常不错的 好像到目前来说的话 只要遇到克林的选手都是长长见血 是非常的具有观赏性的 你看他的人气是不是挺高的 虽然战机不怎么样 但是人气绝对是比科斯托勒姆要高 好的 双方选手都已经进入到比赛 这场比赛依旧是投球全球比赛 我相信这场比赛应该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咱们还是投个票啊 一代表克斯托勒姆 二代表克林把你们支持的选手找在评论区 狗狗狗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克林在身高这一块是高了三厘米 体重也是重于连点 年龄的话大了四岁 B长的话差了一厘米 好 让我们进入到比赛来看一下第一回合双方的表现 这边一上来就是一个进攻 一个下潜的躲过了 一个残暴 哎 漂亮 前手接后手 呜呜这边近身的队路啊 克林这边一上来打得非常凶啊 呜呜裁判都脚不停啊 这的话有点过分啊 克林这位选手的话 打起来可能是连自己都打得忍 刚刚确实是太激动了 没有听到裁判叫stop 稍微缓一下 好像是打得鼻子啊 不知道是不是鼻梁这一块断了 不过还好近身的挥拳的话 力量并不是很大 都还好 稍微擦拭一下 好的 没什么问题 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再来看一下双方的表现 双方都是一个正价啊 这边又是 毫无道理可讲 可塞托勒姆的鼻子已经是见血了 应该就是刚才克林打的 就近身的时候挥拳 哇 这才是拳碰拳的声音啊 这边克林的气势已经起来了 继续的往前压 克斯特勒姆这边表现的还是挺不错的 跟一的环节上个拳 双方又是近身的对路 还好裁判叫的比较及时啊 克斯特勒姆的鼻子流血 可能会影响他的呼吸啊 这边又被丢掉 哇 闲闲被击倒 双方已上来 火腰位非常的重啊 这是克林的进攻方式的话 还是比较单一的 就是满满的力量 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克斯特勒姆可以尝试多移动脚步啊 先拉开距离 克林这位选手的话 他是怎么说呢 简单来说就是头脑稍微简单一点 好漂亮 这波环击打得非常不错啊 左手的点刺继续点 接后手 一个下前的残暴 好的 第一回合比赛 接受选手稍微休息一下 第一回合双方这个节奏非常的快啊 而且一上来就是火力全开 毫无保留 怎么说呢 我感觉第一回合双方 应该差距并不是很大 如果让我给分的话 可能在克林这边多一点点 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 精彩回放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一件三点 你们的鼓励才是我最大的 我已经看一看 Old Trailer 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看一看 昨天就在我身上的 我一直都在这边 写着这边看一看 你不能转过去那边 我一直在那边看一看 我一直在想要点击一看 我一直在这边看一看 那我一直在这边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柯林的话 怎么说的 好像也没什么态度的说的 提高精准度就可以了 打法就一个字 干 好 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表现 左手脸次 再打开距离前手就后手 推开 柯林脸上的话已经是见血了 好的 这边换拳的话 柯林是占优势的 直接是将柯斯东的打退了 左手的前摆 再来左手的前指 双方这个打得非常凶啊 再漂亮 左手的前指 直接是命中脸部 再继续的前压 柯斯特那么打的是非常聪明的 这位选手 前手就后手 又是近身 他不像柯林那么投铁 反正你是一位的进攻 其实柯林的防守的话 做的是非常差的 好的 没什么问题 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继续的左手点刺 左手的前摆 柯斯特勒姆这边 头脑是非常清晰的 先拉看距离 消耗一下柯林的体能 第二回合比赛还剩40秒钟 这边漂亮 这边双方都是有记忆对方 技术性上来说的话 柯斯特勒姆应该要更加好一点 但是这边柯林打得太忙了 继续的挺进 左手的前置 连续的前置 这边来到近身 可惜是一个强暴化解 只要给柯林一点一点的进攻空间 他就会发起进攻 像他这种打法的话 我还必要担心他第三回合的体能分配 好的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这种选手在稍微休息下 第二回合的话 柯斯特勒姆找回了一些比赛的节奏 而柯林的话 依旧是延续了自己的打法 不过他这种打法的话 我觉得很难以下比赛啊 就看双方选手最后一回合的表现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回合的精神回放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 你们的鼓励才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视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客林左边颓骨 左边眼睛眼带以下 已经是开了个小可 应该影响并不是很大呀 出点凡是0 吃只血就好了 双方选手的受伤应该都还不轻啊 好的 让我们来到比赛第三回合 再来看一下双方最后的表现 路斯的谁手还不知道啊 克斯特罗姆在拉开距离 控制一下距离 克林是不会考虑然不多的 反正按他自己的进攻方式打就完事了 左手点次开路 路线漂亮 这边右手的摆拳是有机中克林 到目前来看的话 双方的体能还是挺不错的 好的 漂亮 走出来前置有机中克斯特罗姆 克斯特罗姆也是环了一个右手的后摆 哇 克林这边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左边的脸部啊 还是得加成一下防守才可以 手臂得抬起来 右手连续的摆拳 直接是打击身 还是表现的挺不错的 并没有朝着后脑记来啊 比赛剩50秒钟 克斯特罗姆继续拉开距离 给一拳 好 这个有点生动机器的感觉啊 被克林显示是偷了一个 不过他反应还是挺不错的 哇 这边是力量的比拼啊 现在来看的话 克林受伤就比较严重了 比克斯特罗姆要更加的严重 比赛手上时间不多了 还有最后的20几秒钟 再次一个下检 残暴 感觉克斯特罗姆的体能已经见底了 克林还表现的挺不错的 最后的时间 能不能来一个KO的情况呢 哇 双方最后也是血战到底啊 血流成合 好的 漂亮 最后一波换拳 并没有KO的情况 好的 整场比赛结束 克斯特罗姆也是累得够呛啊 走路已经是开始飘了 完全就是把最后的一点体能 用在了擂台之上 挺不错的 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啊 虽然是没有什么KO的情况 克林这边依旧是受伤非常严重的 他的比赛都是这样的 要么就是他受伤比较严重 要么就是对手受伤比较严重 要么就是双方受伤都比较严重 好的 让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比赛的精彩回放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里面的鼓励才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愿意继续为大家带有这么精彩的视频 谢谢 请请订阅以后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下比赛的结果 虽然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柯林 但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可能会 判给科斯托勒姆 他的技术性更加强一点 只是柯林的打法更加的具有观赏性 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 恭喜柯林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有点小小的意外 但是不影响 本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是 科斯托勒姆会拿下比赛的胜利 没想到是柯林 挺不错的 赢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边也拿到了自己的奖金 10万卢布 这换人民币不知道现在多少了 估计8000左右吧 他的比赛基本上都有奖金的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人气那么高的原因了吧 好的 那么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一键三点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 不散